群里要多少彩礼 30万 30万 对啊 我现在30岁了 就是 一岁一万 对 不过分吗 咋就那么便宜 这还便宜啊 对啊 你看你爸妈一年养你只付出1万块钱吗 是吧 都不成正比 那我要少了 对啊 少了 太少了 其他女人都是60万90万的 60万的话 一年就2万 是吧 你30岁是吧 对 30岁要30万啊 可是我要30万都没嫁出去呀 要多了会不会更 更 没人要啊 我30万没嫁出去你就慌了 对啊 慌死了 我都想降下来了 好的东西那是 那是没遇到好的人 我告诉你 这样吗 对啊 你 你价格带便宜了 是吧 你这么像你这么漂亮的啊 别人觉得你这么漂亮 都只要这么便宜的彩礼 那别人肯定会想啊 你这人是不是有问题啊 是吧 我没问题啊 对啊 你没问题 你就不应该要那么便宜啊 那你说我要多少合适啊 你自己想啊 要多高一点啊 上百万嘛 像你这种30万啊 走太低了啊 30万都没嫁出去 一百万更没人要了 哎呀 我怕我老了都嫁不出去啊 一百万 你看啊 一套房子 比如它是一百万是吧 你突然 诶 10万块钱卖 诶 别人肯定在想啊 这房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那别人也不要啊 是吧 是 所以啊 你就高一点啊 就300万 我觉得很合适啊 那人不能跟房子比吧 不能跟房子比 但是你想啊 我见过一个妹子 她长得美你好看 身材也没有你好 人家就要500万 那她嫁出去了吗 没有 就是因为价格不成正比嘛 因为她比你丑是吧 然后又要的又高 你这个呢 人又漂亮 要的又低 那你 那你是不是没懂 我说的什么意思啊 对啊 她可能 应该要比你低一点 要200万这样子 你要300万这样子 我意思是这个意思 可是她没嫁出去啊 你比她漂亮啊 知道吧 要是她嫁出去的话 我长还可以啊 她也没嫁出去啊 那要她200万 那她肯定也嫁出去啊 不好找啊 我觉得100万 什么不好找啊 那是价格 没有对上 你们啊 价格没有对上 根据自己的 长相 根据自己的身材 还根据自己的能力 来定价格 有这么好吗 对啊 定个300万 可以了 定300万啊 对啊 人家比你丑 人家都敢定500万啊 虽然她没嫁出去啊 但是 不合适吧 我觉得 但是呢 她搞个200万 然后应该也很快就嫁出去了啊 那要不然我先涨到500万 你嫁不出去再降下来 啊 也可以 那 你涨吧啊 可以的 那我现在要500万 你愿不愿意吗 我就不 我没钱啊 你就找别人啊 你看 那你都没有别人 你没有啊 就找别人啊啊 那有钱的人也看不上我呀 你去找别人 别人 会看得上的 你怎么对我那么好啊 还会给我建议 你没有坑我吧 我哪坑你啊 是吧 我不会坑你的 那行 以后我相亲 我就说我要500万 到时候人家真给了我 分你一点啊 可以的 太多了 都花不完了 500万 对啊 300万太少了 30万太少了吧 那你 你也给我多介绍 我介绍有钱人啊 你一个30岁是吧 你一年 一个生日 就长1万 那太少了 真的 太少了哈 我一个月花都要花到1万去 一年都长1万 太低了 对啊 而且我嫁过去啊 是不是得给人家当家庭主妇啊 长1万 低了低了 那些当不当无所谓 主要是你很优秀啊 知道吧 我优秀啊 对 我有那么优秀吗 对对对 那你都给我介绍啊 我也赶紧去找有钱人了 不跟你废话了 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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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谢谢大家